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两条课我们来看一下一些非线性系统的相关的topic 那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线性化 我们来看线性化 那什么是线性化 我们在控一控二所讨论的model 或是不管是控制器受控场 或是closive system 它都属于线性系统 线性系统如果是单输入单输出 我可以用la plus 来表示它输入输出的行为 那时候la plus就是一个 那时候的行为就是用transfer function来表示 那在控二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state equation 狀态方程式 来表示这个一个线性的系统 所以在控二里面呢 我们的系统呢 它的这个狀态方程式 基本上它的意义是什么 是说这个x呢叫做状态向N u呢是我们的输入 我们假设x是N维的 你有N个变数 你有M的控制 那这个式子 这个state equation的式子 如果用白话文来说 它是什么意思 它是说 狀态向量的速度 等于什么 等于狀态向量跟输入的 什么东西 线性组合 用白话文来讲 你的狀态向量的速度 或是 就是 这边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速度长 这个 狀态向量这个速度长 或是 狀态向量 目前的狀态向量 跟控制速度的线性组合 所以 线性的方式出现在这里 速度是 狀态向量跟 控制的线性组合 这就是一个线性的模型 如果这个组合不是线性的话 那我们就有非线性的模型 就有非线性的模型 所以 广义来讲 general的model 我们一般的物理系统 GNERAL 或是 广义的物理系统都是非线性的 都有某种程度的非线性存在 general 广义的 或是lunia model 它的速度 不但单纯只是线性组合 而有可能是非线性的组合 所以组合 非线性的组合 我们可以用一个广义的函数来代表 广义的函数来代表 所以我们这边 这需要怎么读 速度向量 这个状态向量的速度 是状态向量跟控制的函数 那这个函数可以是线性的 可以是非线性的 线性的话就是这个线性组合 就是回到原来的线性模型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定义域是几维的 我们讲函数会有定义域跟直律 对不对 它的定义域是向量的程量 定义域是向量的程量 啊? 向量的程量 向量嘛 定义域有什么? X有什么? U 所以它是几维的? N什么? N是M维的 所以定义域是向量 它的值域呢? 这个函数有定义域有值域 它值域是几维的? 你看 值域的维度 你看等候 左边右边的维度要一样 对不对? 左边是几维的? X是N维的 X多当然也是N维的嘛 所以值域是几维的? N维的 所以值域也是向量 可以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的F呢 定义域是向量 值域也是向量 这在你维积分里面 这个叫做什么函数? 这叫什么函数? 这叫做 定义域是向量 我们说它是多变数 对不对? 多变数的什么函数? 向量函数 多变数的向量函数 英文叫做Multivariable Vectoral Function 多变数的向量函数 像你在研究 非线性系统的动态的时候 你就遇到非线性向量函数 你的速度场 你的速度场 本身是一个非线性的 是一个多变数的向量函数 而且是非线性的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那各位在哪里有接触 第一次接触到多变数的向量函数? 在大学里面 应该是在微积分的 这个第二次期中考后面 对不对? 第15章、第16章 那时候在讲什么? 讲什么什么什么curl 什么什么diversion 什么gradient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还是你的微积分已经都完全被简化了 这个是在公数讲的 向量微积分 这是在公数讲的 是公数还是微积分 让我了解一下 还是都有? 都有 代表我们的教学品质没有 教学程度没有下降 所以跟我们那时候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 这是一个多变数的向量函数 所以如果我们要去研究 这个广义的飞线性模型 你们在公数微积分 可以看到这些 一些curl, divergence, jacobian 这些东西就会出现 有问题 有问题 所以这样你们学到的东西 只要你会用 你都会有机会 在你的工程的一个分析 工程的设计上面 你都有去看到这些东西 只是说你看到的时候 你认不认识它而已 好 所以我们一般处理的是 这个f是非线性的 非线性的 而不是这么简单 如果所有的物理系统都长这样子 为什么我可以 空一空二 我可以在线性的假设之下 去设计控制器 去控制系统 那是基于一个原理 叫做线性化 叫做线性化 如果 一个非线性系统 可以被线性化的话 一步的来讲 我可以把它视为 是一个线性的系统 一个非线性的系统 一个非线性的系统 如果可以被线性化 局部的区域来看 我可以把它视为 是一个线性的系统 那 什么叫线性化呢 什么叫线性化 那我相信 应该你继续分也有讲过 如果有一条曲线 这个x f of x 它不是线性的 对不对 看不到对 看不到 看得到吗 好 它不是线性 所谓线性的 这种 这是一维的 对不对 这是单变数的存量函数 是不是 就是你在国一的时候 第一次碰到函数 就是长这样子 可以 国中的时候第一次碰到函数 是这样子的函数 单变数的 单变数的 向量函数的这个存量函数 把它画出来 那所谓线性的话 画在xy的图形上面 它一定是一条直线 直线就是线性 不是直线就是非线性 那很明显这个东西是非线性的 所以线性化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只有考虑 我要研究 这个函数 在这一点附近的行为 在某一个 附近的 在某一个x附近的行为的话 附近而已 那我们有可能用线性的这个函数 来取代它局部的行为 那如果说我们考虑函数够平滑 够平滑 所以平滑的意思相对于 诶 这样子 这样平不平滑 这样不平滑 这个函数够平滑 所以平滑的意思是 它有微分 微分连续 事实上平滑的最强烈的条件是 微分无限多次 它都还是连续 Cinfinity 那如果够平滑的话 我可以局部的来用一条直线 来取代这个函数 在我考虑那一点附近的行为 那这样子我们就说 我们把这个非线性的函数 在这个x这个操作点 把它做线性化 用这条直线来取代 原来这个复杂的函数 在x0附近的行为 有没有问题 回线有没有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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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线应该有学过 那在回线分里面 这个线性化是透过什么样方式来达成 什么方式 跟一个人的名字有Y 这个人的名字T开头的 什么 谁 太热 如果G开头的就是高斯 对不对 T开头的太热 好 那也就是说 我们会透过对F 在X0这一点做什么 泰勒展开 如果要变成线性的话 就做一次的展开 如果要变成二次曲线 就做几次的展开 两次的展开 这有没有概念 泰勒展开 回线 回线 我们开始用到大一的东西了 好 所以 所谓线性化就是 我们要把线性的函数 在某一点做这个线性的展开 那我们用泰勒展开一次 因为我们这样要线性 只有展开一次就好了 展开一次就好了 好 那我刚刚在做展开 我要挑一个操作点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我现在要对这个F来做展开 F来做展开 它的定义域的变成 那我会先找一个 什么 我会先找一个 操作点 X0有T U0有T 那在我们这个case 这次变成是一个 一个轨迹 因为这边都跟时间有关 对 因为跟时间有关才能为分 X0有T U0有T 那这个叫做我们的 操作点 或是我们 因为这是轨迹 我们把它叫做标称轨迹 NOMINAL NOMINAL 或是OPERATING TRAJECTORY 那这个操作轨迹 你不能随便乱挑 X0跟U0 你不能乱挑 它要做为 这个 这个非线性 广义系统的 操作轨迹的话 它一定要满足这个 维生乘 我不满足 这个轨迹 这个轨迹就跟它 跟这个轨迹没有关系 所以呢 这个X0 U0 要满足什么关系 X0 把它做为分 使劲函数 要等于什么 要等于什么 要满足我们的微分方程 要满足我们的微分方程 我们这操作轨迹不能够乱挑 它要满足微分方程 要满足我们微分方程 好 那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这边 大家想的比较遥远一点 你要控制一个人造卫星好了 这是地球 这是人造卫星 人造卫星 人造卫星 绕着地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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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说 其外这个有万有引力 他本来就会 你只要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速度正确的话 他就会 绕着地球转 知道你在说什么吧 知道 這個速度會跟它什麼半徑有關 R平方Omega R平方Omega會等於它的離心加速度 會跟重力 萬有引力有關係 有學過吧 有有有 好 好 那我 所以它繞了這個地球轉 感覺上我不需要控制對不對 對不對 萬有引力會take care所有的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那可是它在運行的過程上 如果有隕石啊什麼東西撞到它 它會偏離軌道對不對 那偏離軌道這個 因為萬有引力的關係 它有某種程度的穩定性 它會回去 可是回去可能 這個回去的時間會花的比較久 所以我們希望怎麼樣 它這邊比如說這邊有噴射器 我這邊畫一個兩個小耳朵 就是往左噴 左噴往右噴 還透過這個噴射器 因為在太空中 一定要靠反作用力才能夠動 你知道它是說什麼 你知道 太空沒有地面 地面可以推著你走 所以要靠這個反作用力 所以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U OK 所以在這個 如果我要控制這個噴射 讓它能夠儘快地回到 回到我的這個軌道上面的話 這就是一個控制系統的問題 那在這個case 原先一剛開始 這個x0 t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在運行的軌道 可以嗎 可以嗎 運行的軌跡 那U0呢 原先是靠重力的 我不需要什麼 我不需要控制嘛 可以 可以 所以在這個case 我們的標稱軌跡 或是參考軌跡 或是操作軌跡 就是x0 這個軌道 U0是0 然後呢 它的這個萬有引力會滿足這個速度 會跟什麼引力 加速度會跟引力有關係 可以 可以 參考軌跡 如果你有同學在念航空系的話 這種東西是他們常常在玩的 軌跡 好 那有時候 這個參考軌跡呢 會有一些特殊的狀況 怎麼樣特殊狀況 我們挑的參考軌跡 它剛好都是 常數 不會隨時間而改變 剛好都是常數 常數的話 它就變成不是軌跡 而是一個什麼 一個點 可以嗎 那 這個點會滿足什麼 因為這時候x0變成常數了 所以x0倒的等於多少 0 所以這個x0u0 它要滿足什麼 這邊special case 要滿足什麼 F of x0 u0 要等於多少 等於多少 0 所以你考慮了操作軌跡或操作 或是標稱軌跡 如果剛好u0 x0都是常數 而且它一定要滿足 這個F 代入x0u0 它等於0 這時候我們的 x0u0 有一個特別的名稱 叫做 它的平衡點或是操作點 叫做 equilibrium point 或是叫做 operating point 所以 所以這個 要線性化 要先決定操作點 或是操作軌跡 操作軌跡要滿足微分方程 那平衡點 它的F要等於0 因為它的速度等於0 可以 可以 好 那決定操作軌跡之後 我們在 各位在微積分裡面 要做線性化 挑定了這個操作點 接下來 我們會考慮 x0附近的點 我就把x0加上什麼 x 還記得嗎 有一個小小的變化 小小的變化 我是有看 Δx很小的時候 這個函數的行為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在 這個 接下來我不要寫了 我要用 用投影片 所以接下來 我就讓這個x 是等於x0加上Δx 我在操作點附近 給它做一個小小的擾動 跟你們大一微積分 應該是上學期 是不是 講微分的部分 第一次期中考之前 對不對 給它一個小小的擾動 那 u呢 也在u0附近 給它一個小小的擾動 那 所以 這時候 我們的 f呢 就會變成什麼 這邊 這邊 就變成f 什麼 x0加上Δx 是不是 u就變成什麼 u0加上Δu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那 等號左邊是什麼 是x0加Δx的微分 是不是 是不是 x嘛 x等於x0加Δx 會等於x0 dot 加上Δx0 dot 可以 可以 我真的沒有做什麼事情 我直接帶入而已 好 但是我有沒有做什麼近視 沒有 我沒有做什麼近視 我只是做帶入而已 好 那接下來我要開始做近視 什麼近視 我這個非線性的函數 我要在x0跟u0附近做展開 對不對 做什麼展開 泰勒展開 那泰勒展開會有幾次項 會從0次項開始 這個不熟的同學回去複習一下 大一微積分 微分的部分 可能前面100多頁就有了 有一個0次項 那接下來一次項怎麼做 一次項怎麼做 一次項項怎麼做 什麼事情 我剛講 要做微分 可以 如果我們這個微分跟 這個微分有點複雜 大原因是因為 F不是單變數的存量函數 F是一個多變數的向量函數 所以多變數的向量函數 做微分的話 會出現什麼東西 或是叫什麼東西 多變數的向量函數 做微分會變成矩陣 那個矩陣 有一個名稱 你們在公數上面應該有講 J開頭的叫做什麼 Jakobian 多變數的向量函數 Jakobian 回去複習一下你們的公數 所以這邊會跟X有關 會跟U有關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先對X做偏微分 做偏微分 然後這次偏微分 這個數值要帶什麼 要帶操作點的數值 可以 對 所以這邊要X要帶X0 U要帶U0 然後只有這邊是什麼 一次項 一次項是X 是這個東西 減掉X0 所以這邊就變成ΔX 一次項 那再加上 對 U來做微分 ΔU 而且這裡